眾生與修行修到盡頭成就的時候 是不是你投入捏盤 不是喔 因為眾生本來就是法性 所以並沒有一個人投入哪裡 同學這樣了不了解這個意思 如果你覺得捏盤是一個戒 然後你投入那個戒 代表這是不是法性 不是 這是禮法性外的直取現象 同學這樣了不了解這個意思了 所以同學在解讀進入捏盤 這以眾生來說叫做進入 可是眾生本來就是法性 他怎麼可能進入法性呢 他是不是本來就是法性 但是因為錯誤執著 等到捨離的這種執著之後 他本來還是法性現象 所以這個東西才叫做入捏盤 同學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跟這邊的 佛捏盤 佛助於捏盤 是不是不同意義了 所以同學在解讀這些東西的時候 無有佛捏盤 遠離覺所覺 各位所有的所覺 就是你覺得外界持有的 你其實是 剎那剎那建立持有性 各位就好比說你 剛才同學有問到說 我們外面的那些東西 跑到裡面這些神經系統 各位你從外面一開始就建立持有了 第一個念頭建立持有 第二個念頭內外建立持有 第三個念頭 神經持有性 各位心的持有性 各位有沒有發覺 當你一做這樣分析的時候 已經遠離了智慧 因為第一剎那 其實你說的外面 即是不可指稱的 知道嗎 這中間哪一個法可指稱 當然都不可 但是剎那剎那有沒有成為執著性了 有 所以才會變成後來 一分析完內外法又顯現了 同學這樣懂不懂意思 比如說你要關自己的身體 是白骨關 各位你建立的白骨是 實有還是虛妄的 實有 所以從第一念開始 你會一直執著到盡頭 知道嗎 我再關這個 這個東西將變異 這個東西將變成泥土 各位有發覺 你一念思念 後面剎那剎那都成為實有性了 同學這樣懂不懂意思 所以師父一直跟各位講 楞潔經就是在避開實有性的 所以無論心不可得 靜不可得 它本來就是楞潔經所講的 一切本來就是法性的 同學這樣懂嗎 各位就好像 各位來參加法會 來念經 各位念經裡面實有性 還是非實有性 同學自己了不了解 如果實有性 不要談功德回向 願以此功德 回向給自己就好了 知道嗎 因為要輪迴嘛 各位深圳的功德是非實有 如果你念經念到什麼 無所得的 看一切如幻的 打開眼睛覺得 哇 如同夢幻的 沒有彼此的 這真的有功德 要回向 回向給誰 倒選 知道嗎 對 那沒有用的 不要回向給倒選 如果有 若 若什麼 無有 是惡 西距離 所以有 它沒有 在法界真的沒有這個事 可是眾生長久執著 以為有消失 各位法界沒有消失的事情 所以有壞掉 法界沒有那個壞掉的 法界只是不斷的變異著 可是它就是法性現象 我會這樣了解嗎 就像昨天的妳 是今天的妳嗎 精神也不一樣的 色法也不一樣 那妳說昨天妳死去哪裡了 不能這麼說 知道嗎 因為法從來沒有存在於什麼 它就是法性現象 妳不是那個精神 也不是色法 但是卻緣起了諸法現象 這樣知不知道意思 同學 同學 學佛法一定要離開 實有性喔 不然會跟般若完全 不相應 所以同學 如果妳在念佛 念到 無所得 那真的功德 念到念念還只有西方 在哪裡 同學恐怕西方是東方喔 沒有辦法 因為執著總是不能出離啦 知道嗎 要出離 一定要無所得才會出離 所以同學 現前實有 和現前無所得 一個就是輪迴 一個就是捏牌 同學妳要看看自己怎麼看待身心喔 看待這個世界 如果說修行是真的有儀軌可以修 那念念的儀軌是實有還是非實有 實有 如果實有的話 那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煩惱喔 知道嗎 所以摩尼極淨觀 四者什麼 遠離身 所以釋迦摩尼啊 他這樣子觀察叫極淨 所以是不是身心都消失才叫極淨 而是無分別 各位真正的無分別就是無所得 或是見如幻 所以無分別不是什麼都不祥喔 所以無分別字是什麼 無分別字就是如幻字的意思 同學這樣了解嗎 所以妳要獲得無分別字 就是見一切如幻 同學不要用其他的神秘的方法 知道嗎 佛教從不神秘 神秘的是眾生什麼 解讀出來的 所以同學要獲得無分別字 是見一切法如幻 才叫無分別字 不是沒有分別喔 說那我看到水溝要不要過去 同學我們不是 腦筋有問題的班級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水溝知道會跌倒 但是無分別的意思呢 這中間只有現象 沒有那個人 沒有可得者 知道嗎 各位現象難道不能 各位一個水要掉下去了 那個抓住就叫做執著嗎 他人是現象啦 知道嗎 現象跟執著總不一樣的 同學這樣分得出來嗎 喝水是現象還是執著 現象 可是要喝哪一種水 導向的那是執著還是現象 執著 執著 所以感受也是現象 執著與感受才稱為執著 口渴就是一種感受 可是你執著與口渴而憤怒了 這種變成執著 所以各位 身心都是現象 知道嗎 所以總結要修行的時候 不要避開身心的 不理這些現象 身心本質就是現象 產生執著 各位有看過小朋友執著嗎 肚子餓的執著 各位那才叫執著 可是肚子餓本身是什麼 現象 所以同學修行不是要滅現象 我們剛剛一直講 是要滅除現象 還是滅除實有性 實有性 各位如果有一個人 真正感受的就叫實有性 有人感受 可是不是感受就是現象 沒有人獲得也沒有人感受 它就是一個現象 你知道嗎 所以同學會抓癢 是不是執著 不是喔 依著現象 是嗎 天氣冷穿衣服 就是因為現象 你知道這個色身會受不了 是不是會去 這不代表就是執著 同學這樣懂嗎 所以不是修到沒有反應的人 叫做無執著喔 知道嗎 各位殯儀館都沒有反應喔 各個阿拉罕 你知道嗎 所以知道阿拉罕住哪了吧 所以今是後是盡 所以如果你真正 你真正能夠極靜觀這個世界 你將遠離一切身 叫做無身智啦 這種智就叫無身乏任 知道嗎 無身智 世民為不取 不是無不取 你知道嗎 為不取 今是後是盡 這一個才是真正的不取 不取著者啦 這種人才是真正的不取著者 今是和後是皆是什麼 極靜的或親近的 同學這樣知不知道 修行的意思是什麼呢 所以同學一定要先把握修行的意思 再看這一切法喔 不要說有一個想法 一直丟進教理裡面 你會好多年都變執著 知道嗎 那三法印是什麼 我們還是要解釋一下 三法印是什麼 無常苦非我 各位我們一直講的 如幻 其實就是在講那個非我 無實質 所以般若喜歡講無實質 他是三法印其中之一 還是遠離三法印 三法印其中之一喔 知道嗎 所以佛所說法有沒有離開三法印 沒有 佛所說法從不離三法印 知不知道 同學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檔案其實在佑賢這邊 如果同學要也可以請他 Coby或什麼 知道嗎 因為佑賢 嚴厲的批評 這個投影片完全沒有整理 所以佑賢真的不是很好的同學 知道嗎 各位無常苦非我 各位無常是什麼 法的一種現象 眾生有執著 所以講無常他容不容易執著 比較不容易執著 各位就好比說 人一定會老啊 各位為什麼一直要難過於自己衰老呢 是不是 各位只要接受無常 和不接受無常的兩個人 個性會差很多 有些人只要一點點破綻 會一直補 知道嗎 他會想辦法去修補 角度不對了 他還會修補 知道嗎 韓國嘛對不對 修補 各位可是這個設法 各位你的身體的水含量 每一剎那都一樣還是不一樣 各位剛才師父的臉 比較英俊還現在 一直 對 那同學真的有智慧 對 同學是有回答現在和過去的 真的 一直 各位這就是 對無常的背離者 背離者他會產生痛苦 所以同學 有一現象 他不了解法性 緣起不好了解 那我用現象來理解 放下指說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用無常 無常是一個由緣起引起的現象 可是你要理解緣起 容不容易 一下說不可得 一下說什麼 可是我看著現象就會了解 所有東西都在變化 所以如果我沒有辦法了解無實質 我可不可以依無常來捨離執著 一樣可以喔 知道嗎 知道一切無常 沒有東西可把握 擁有的 可當為自我的 可傲慢的 各位 你曾經年輕有沒有不可一世 現在有沒有不可一世 沒有 現在希望人家繼續看你 對嗎 師父年輕也不可一世 現在希望人家什麼 看師父像誰 會黎明 你知道嗎 所以同學一定要記得喔 無常 在你不了解緣起法 因為緣起法比較難理解 所以有些人以無常來理解 放下指說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那還有一種人呢 以存在皆有逼迫性 而厭離存在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他既不喜歡美好的存在 也不喜歡痛苦的存在 一切存在 他知道皆為什麼 皆是壓迫性的 各位你的存在 要不要 為了這個存在 一直買房子這些 或是 去賺錢買食物 各位一生為了這樣的存在 要付出一生的辛勞 所以很多人說 存在皆是苦的逼迫 沒有任何人快樂的 各位他有疲倦的 有什麼 有導向的 各位導向酒會不會疲倦 會有皆是苦的壓迫 所以這時候他們就 也以感官為主的 那也有以什麼 像任邪金是以什麼 緣起的 法則為主的 那就是非我 所以看個人啊 佛說三法印都是隨個人的需要 在這中間沒有好與壞 舍離了執著 皆是法性 各位法性需要你修嗎 不需要 各位真正要修的是放下 而不是法性的增長 法性有沒有辦法真或見 沒有辦法 所以各位修了再久 法性如是 可是真正差異的是 執著性的問題 同學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同學在這三種中 都會放下執著 意思是說 如果哪一種放神的執著 哪一種就適合你 你知道嗎 所以同學在這上面 不要分出高效 各位如果你有高效 你會以為法性有高效 當你覺得法性有高效 不會正捏盤 知道嗎 許多人一直在阿納涵的階段 他是因爲什麼 覺得法性是可修行的 有真上義的 所以會不會擊滅 不會擊滅 他只會繼續增長修行 所以他以爲功德是累積的 他不知道功德是放下 你做了東西放得下是功德 你不做不知道自己有執著 我知道嗎 不要說我竟然要放下 乾脆一開頭就放下 各位沒有看到沒有經驗 也許你會有 各位今天你不是金正恩 你怎麼知道你不會丟核彈 對不對 也許你一生氣就丟了 你今天沒有核彈 當然說我一切無所得 所以同學 當你來發心 來寺廟或是來藝文館發心 各位你不要說我為了修行 然後無所得 各位你沒有接觸到盡 你不知道你潛藏在裡面的 隨眠煩惱 隨眠煩惱 隨眠煩惱平常不知道 接觸了才知道 各位你來到人生投身 為什麼人生好修行 因為有這個設法 引得出隨眠煩惱 你在天界沒有設法 人家靠近有辦法靠近嗎 沒有 現在人家靠近有沒有覺得壓迫感 各位這個東西隨眠煩惱 才會被發現 同學了不了 不要討厭人生 不要一直說我要上去休閒 把握還沒有死亡的時候 因為他會引出隨眠煩惱 你現在在社界天 一切如你所想的皆可得 如你所想皆有 是嗎 因為他的設法 的確可以這樣製造 同學這時候 你有任何的不樂嗎 不會 可是你現在喔 買了一個滑鼠被拿走 氣喔 氣喔 詛咒他喔 知道嗎 那才是隨眠煩惱 知不知道 所以同學 這樣的人生不要白白浪費 因為他會引起你真正的 根深蒂固的 潛藏的煩惱 跑去上界真的沒有機會 除非你的觀察力很強喔 否則你幾乎不知道 隨眠是什麼 這樣知不知道 師父那些人能夠到上界 不也是因為有 有這些煩惱 他們是因為有這些煩惱 才能夠升到上界 對嗎 有這些煩惱 解決了這些煩惱 才能升到上界 不一定 不一定 同學這是一個很不一定的喔 一種是解決煩惱後的平等 比如說各位一直看一切如壞 也會往上升喔 各位不是坐在那邊一直定 才會往上升 各位這跟特質有關 升到哪跟你心的特質 有些人遇到事情就先關心別人 那是以磁為特質 有些人做什麼事情是非常公平的 這是平等特質 磁特質者通常在預界天 平等特質通常在社界 同學明白不明白 然後有一種人喔 他是用一種讓心寧靜 讓他其餘特質不呈現 只呈現單一特質 能不能引起平等特質 那就是各位講的修禪定 還有一種就是 對一切人都如事的看如幻 然後在一切時都平等的 看一切無所得喔 他也會跑去 同學明白 同學明白 投身那個地方不是一種方式 不是坐在那邊好幾年 不是這個意思 是你的內心特質 是不是如此 法界一特質投身 各位你現在為什麼會升到國中一年級 因為你的特質接近國中的特質 你為什麼是小學一年級 因為你的特質 為什麼你會再跟一群人在那邊喝酒 因為你的特質 各位出生之界就是這樣來的 你這一生的特質 你自己最明白 比如說我排斥他人的 和我平等一切的 各位這兩個特質明不明顯 明顯喔 所以各位你修行要修特質 不是修外在的表象 好比說各位來義文館或什麼的 去會介紹佛像是嗎 應該要介紹很多金像圖或什麼的 各位這時候 各位會發現有兩種人喔 各位有些在你介紹的時候 他會告訴自己 我懂得比你多 他會自己一直介紹 同學實在 你既然來你就要聽人家 你不要一直展現自己 三二道的特質 大家都知道你要剁三二道 同學這個特質才是真正的問題 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 學很多學問 然後跑到人家的地方 然後要告訴人家 我很懂 這是特質 不是喔 這會墮落 會開三二道之門 跟你講什麼無關 特質將是你的處所 同學明不明白 那特質是與生居然是修行來的 他是修行來的 隨著你越少煩惱 對的 是慢慢修來的東西 各位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與生喔 各位有一天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很厲害的長老 不能說長得很老對不對 你會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喔 你開始把自我膨脹 各位你的佛法打開三二道 各位知道自我是往下沉沉的直接原因 你知道嗎 所以無論如何你都要當自己是開頭 初學者 同學這樣明不明白 不要覺得自己與眾不同 大家都一樣 都是平等的 要學習這樣 各位如果有一文館介紹 有些團體來的時候 他不會聽你講 他會自己講自己的 各位你會知道 所有的知識 不一定會帶給眾生幸福喔 有些知識反而帶給眾生更刺身的煩惱 所以同學 我們在這個地方 同學禮貌性的尊稱師父是師父 我們下去之後 吃飯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尊稱師父師父 沒有跟師父在搶便當啊 搶水果啊 同學知道修行的意思嗎 特質 各位知識和學問 不會改變人的特質 這樣嗎 師父說你師父修來著對不對 對 他是慢慢修行的 這一次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可以修行的 那是可以改變的 也會 各位有些人在成名前很柔和 成名後不可一世 同學他的成名各位是福報還是墮落的開頭 同學要小心喔 生命就是這麼用 他一直教導你 真正要滅除的是什麼 無論你經歷到什麼 你要學習平等 你獲得多 你如果會學會親事 這時候你要記得 那個三二道門已經被你打開了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你一切時都是讚美眾生 然後你把你知道的交給另一個人 沒有覺得誰強誰弱 同學你真的學放下 跟人家介紹就真的功德了 知道嗎 可是你沒有介紹 你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習慣 掌聲一來喔 同學那個尾巴可能翹起來耶 同學一定要記得喔 隨眠煩惱就是長這樣子 你不可能躲開一切見到隨眠 所以同學不要以為 要修行我要遠離什麼 不是這樣子 你一定要留意著這些事 這才是真正修行的特質 知道嗎 所以各位往生上界 不是他很會定 而是他的特質如此 他就會投身 同學不要以為說 那個定力然後要做多久 然後引發什麼 同學不是 投身的那個不是各位想 三界投身 有一類是靠定投身 有一類是什麼 靠特質投身 有一類是靠一刹那的行為 特質投身 所以即使在社界 不是每一個人投身 就喜歡進座 有些人喜歡逛街 跟各位一樣 他是依著其餘的力量投身 同學明不明白這個問題 不是永遠大家在那一界都如此 只是投身來此處各個不同原因 各位如果看一切如幻 也有可能進入眾生皆平等 所以會不會投身社界的可能 會有所有儒幻之可以越過三界一切處 知道嗎 同學這樣了不了解意思 各位儒幻可不會產生同理心 與欲界心相應 可以 儒幻可不會見一切皆平等 產生社界相應 可以 儒幻可會見一切無所得 與無色相應 一切色無所得 同學可以喔 同學你只要了解三界就是這種特質 你的剝著與什麼相應 你就會看到什麼界 儒幻也有可能一切都隨便它 然後就活著亂七八糟 一切能夠一切哪一類亂七八糟 因為都儒幻 我也不需要有什麼原則對不對 因為儒幻所以沒有原則 那佛陀因為儒幻有沒有顧忌眾生心 噁心大悲心一下嘛 儒幻就是沒有立場 它不會去破壞別人 各位儒幻的意思是只顧自己 不知別人還是你我只是一 對呀 那師父也不會什麼 穿著短袖跑出來啊 雖然儒幻說乾脆穿羅漢掛 同學這樣明不明白意思 你不會這麼做了 各位你的內心沒有自我執著 你不會為了自我感受而推動 你明白嗎 這時候你會什麼 真正的了解該怎麼做 自我意識減少很低 對對對 真正怎麼做會比較明白 所以同學很難猜測 以為他不顧慮一切喔 不是不是 他是不在意自我 各位今天師父帶一團來各位 那個藝文館參觀 同學跟師父的團體介紹 藝文館的佛像的時候 師父就假裝很會 一直發言 師父這時候是自我意識弱還強 強 所以這時候 當師父自我意識弱的時候 會不會尊重這邊的人 讓這邊人好好發揮 我們努力的聆聽 他到底想跟我們表達什麼 會喔 所以自我意識多重的時候 反而他的決策問題比較多 所以他們不要以為 沒有自我意識就躺在地上 然後舌頭掉一半 對 你知道嗎 是因為情緒參與 對 他才能真正的順著法性之流 你知道嗎 而不是逆著法性產生自我現象 各位一陣風 微風吹過來 你會覺得舒服 還是一個人憤怒之風過來 你會 舒服 微風 各位發現你從來不會 可是自我強大總是讓人家 什麼 不舒服的 同學這樣懂嗎 對 同學也 所以修行的時候要注意喔 不要因為知識越來越 與眾不同 然後我們自己變與眾不同 這樣子是墮落門的開頭喔 然後特質才是投身 不是這一聲講多少呢 師父這麼會講 一定要講到地獄都會要救師父喔 什麼 師父這麼會講啊 真的喔 師父想要請問 比如說救三法因而言 如果 比如說 個人的特質 比如說跟無常比較相比 是 都可以 對 三個都可以 就是 你的感觸最深的 會使你放下的 那個就是適合你的 對 那在打坐的時候 進行提搏摄納的時候 你的觀智是不是 一樣 這三個 認選一個 認選之一 看則有違法 有違法就是心和身 打坐的時候直接會體驗到 心和身這兩種 深受心法 一種是感受 師父我們講細節 譬如說我現在打坐的時候 我的 我的氣梗在我的 同學現在喔 是 愣且勁 不是 打坐勁 同學一定要記得喔 修行就是這樣喔 你一定要 學習佛法 你要放下自我 你開始覺得對什麼都不耐煩 這代表你的自我膨脹還是減弱 膨脹 膨脹 所以同學 當你開始一切都不耐煩的時候 各位不要以為你學佛多久 念佛多久喔 它是墮落之門 知道嗎 師父 對不慢 三法印裡面 同學知道師父在講第二頁 知道 第二頁 對 第二頁 師父是講第二頁 知道嗎 因為那個 他會講太少 知道嗎 師父現在暫時加油一下 所以三法印知道了嗎 對 所以同學可以把握其中 室友的彩虹 由陽光 水氣 眼根 眼視等 租源而有 而無法獲得彩虹的實質 或實友 各位這現象會發生 我們從來不否定這樣 但是你沒有辦法指出 現象發生時候的任何一法 各位你要指眼視在哪裡 有辦法指嗎 你只能說眼 精神是一種原力 圓的力量沒有處所 只是提供這個力量 各位力量不能建立處所 所謂法只是提供力量 不能說法實有處所 各位就好比說 你這個杯子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杯子 有 各位這個杯子此時是眼視還是色法 你不理眼視啊 那你能指出眼視現在在哪 色法在哪嗎 不能 只能說租源之力 體驗出杯子 是嗎 各位 所有你想的都是如此喔 你絕對無法指出精神在哪 因為只是原力的現象 所以租 租法皆一原而有 提供一種原力 不能有一個實際性的存在 同學這樣明白嗎 就是因為這些原力 才講出心原 葉原 所以各位 竟然講原 葉有實有的處所嗎 不能有喔 知道嗎 各位這就是 佛法的無所得的波爾 他一直都不能建立 你一旦建立一法 那個實有性的執著就出現了 他已經不是波爾了 即使你講的再細喔 那仍然是什麼 輪迴之法 知道嗎 同學這樣有沒有開始了解了 所以是什麼 無法獲得 各位彩虹非實質非實有性 即使陽光水氣眼根眼視皆非實有性 他們只能提供原力 所以你以原力來說有這個法 不是說這個法實有來說原力的 是因為藉由原力來說有心法 有葉原 有種種租原 同學這樣 有人看過葉嗎 沒有 一葉原來說有葉 各位是葉有實相還是無實相 無實相喔 所以各位 各位講的一切皆一元 同學這樣了解 所以過去的葉原 現前的新原 哪一個比較重要 對 你能夠什麼 弱力敢果的 就是因為其中一元 勝過其中一元 葉如果實有 就不會發生這個事 你修行也沒有用了 知道嗎 同學這樣了不了解 同學要介紹佛法 一定要介紹無所得喔 知道嗎 不要一來就有所得 各位有沒有有時候學佛 學完之後去照鏡子 各位來學佛之後 回家有沒有照鏡子 有 各位照鏡子有沒有覺得 這個人真的學佛了嗎 這麼苦 所以同學一定要有無所得 你才會鬆脫喔 知道嗎 你內心一直有一法存在 你將為這一法付出輪迴之苦 各位 好比說一個人在念佛的時候 各位念佛他一直覺得 有精神有西方有佛號 還是皆不可得 對一定要念到什麼三輪體框 皆不可得嗎 還是有所得 各位師父祝你一路向西 無所得嘛 是嗎 無所得才是真正的西方 知道嗎 各位你會師父騎摩車 你會駐師父一路向西嗎 不會啊 就無所得 知道嗎 各位真的有西方 你就一定去不了 知道嗎 你現在知道有西方要坐飛機 那其他界的西方 你根本去不了 各位就是因為無所得 所以界沒有障礙喔 同學不要以為界真的有障礙 是特質引起的 所以三法一是什麼 無常苦 同學是要把握其中之一 所以他這邊說把握三法一 其中之一 審查身心一切諸法 就是佛法的現觀 各位現觀它並不是一個很深奧的 現觀就是不要用你的邏輯性 你就是體驗到什麼 體驗到精神 精神即是什麼 苦無常 或體驗到感受 感受即是苦無常 或是非實質的幻化 各位那就是現觀 用邏輯建立的非現觀 因為它不是在第一個心路過程 它是在諸多的心路過程架構出來的 同學這樣了不了解意思 所以同學不要覺得現觀 現觀就是把握三法印的會 直接審查你現在體驗的精神或色 那就是現觀 它並不是現在你在做什麼 它跟現在在做什麼無關 好比說現在升起了感受 這時師父之感受是變異的不執著 它有一種能一直為了滿足感受 各位臭豆腐有聞過嗎 一種人聞到說我知道味道如患 一種人說一直好臭 好臭 各位這是根的慾望 根本有抓取進的慾望 各位如果如患者他不會這樣 各位看到鬼故事的時候 影片的時候手會不會這樣子 各位為什麼又會有擋不住的 因為根慾 即使你覺得恐懼 根慾還在不在 還在喔 各位真正的滅除導向 一定要滅除 這個是真正的輪迴導向 知道嗎 所以如果知道一切如愛 你的豬根才會即淨 你會稱為豬根即淨者 知道嗎 差異就是這樣 各位根本會追逐喔 會追逐境界 它會反覆的追逐 聞到香水的時候 你會一直不斷的吸氣吸氣 為了體驗 再次體驗 再次體驗 吃東西也一樣啊 同學這樣了解 三把印的意思 所以各位一切如患 你的豬根才會即淨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的學佛變成一種文字喔 一種概念 那你遇到境界貪欲的時候 你追逐一次追逐兩次 追逐三次 奧慢性會起來喔 知道嗎 這樣子我們學佛就會什麼 本來應該投身的 結果現在跑去哪裡 三二道之苦喔 同學這真的三二道 所以同學 你看師父是一個法師 師父如果特質執著很重 會往哪裡去 三二道 同學跟你的身分無關 這個衣服不會保護你 你知道嗎 你圍的圍巾也不會保護你喔 所以同學一定要 特質才能保護自己 你知道嗎 那我們繼續喔 把握三把印什麼 講說當你會最主意的 憲官嘛 是嗎 官是指與智慧相應的心所參與 所以官是什麼 剛才講的三把印 其實就是智慧心所 各位你把握它來看法界的其中一個相貌 不要用推理性的 直接體驗式的 知道所有的體驗都是三把印其中之一 就是與智慧相應的現觀者 所以佛法 佛陀是找到這樣的道路叫做解脫 而不是概念之道叫解脫 比如說有一法叫真如 源於真如得到寧靜 佛陀說這樣沒辦法得到解脫 同學這樣了解嗎 所以師父從早一直在講的同一件事 就是各位在讀經典的時候 需要先把握他真正的意涵 之後你再看才不會學成另一個佛法 知道嗎 各位你的佛法跟師父法是 今天還沒有見面師 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 不太一樣 因為各位做的菩提術跟 師父做的菩提術不同科 所以同學一定要記得 也許你想的 但是你引起了好多困擾 那你要先審查 你對這種理解 是不是要重新去審查過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現觀 所以這個智慧心所會參與喔 所以智慧心所總是與無常苦非十之三者之一相 所以楞結晶是如幻的非十之 可以 然後同學有說我用無常的也可以 我建三界諸苦也可以 各位師父沒有說哪一個好哪一個壞 這是眾生根性的問題 所以當一位追求真理的修行者 聽聞了教理 明白了世俗地 各位什麼是世俗地 三法印就是世俗地 生意地沒有東西喔 所以同學不要去 喔這是世俗 是 什麼 行政願立法願弄的法 不是喔 各位 世俗地是世俗的真理 就是一者夜我現象 好比說師父今天跑去 想去吃了一個魚麵 有一種魚麵叫魚麵嗎 不知道 但是師父沒有去殺害他 這時候師父有殺業嗎 沒有 因為師父從頭到尾 沒有意圖讓任何眾生死亡 同學這樣子啊 有些同學以高道德來說 喔他註殺沒有喔 佛法沒有這個心所 就沒有這樣的行為 也沒有這樣的業果 知道嗎 佛法只論心所引起的 他不會論說誰引起誰 明白嗎 如果師父真的看到那邊 有一隻魚很想吃 叫人家幫師父殺 師父是有意圖要治他於死 這時候佛法會說這是什麼 殺業 所以這叫做世俗地 佛陀說的世俗真理 跟法院判的一不一樣 所以同學不能用個人的道德 去改變世俗地喔 因為呢在諸法界 每一個法界裡面立的法一不一樣 可是法則卻是一樣 只要諸心心所必會引導原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各位的世俗地是什麼喔 三法印喔 一定是無常苦非我 還有因果啦是嗎 各位講的這些因果 所以現觀身心諸法 當他對於身心諸法的執著消除是 他此時稱為聖意地的正德 所以聖意地是不是離開身心 還是指無執著的意思 對 所以無取運的取被滅除了 叫做聖意地 可是五運人在喔 同學這樣了不了解 所以同學在修行過程中 要什麼喔 要把握住 本來很容易放下的 你卻要修什麼 一直按施子一樣修一百劫 各位人家在佛陀那時代的人 一生就放下了 你就說我要一萬劫才放下 同學放下這麼難嗎 又不是強力交 同學不要把聖者 自己預說要修多久喔 各位聖者就是一種不執著的態度 同學這樣明白嗎 所以同學不要一直覺得聖者修多久 會變成另一個人的臉 不會 他只是發覺他的取著消失掉了 知道嗎 就是取著消失而已 可是 你有沒有曾經發生過取著消失的經驗 一定有 你一定要學習放下 不然你活不到今天 高血壓就死了 對不對 一直生氣總要放下的一天 所以同學你一定學習方法 只是你沒有對身心真實的正確方向 像剛才師父開始跟各位講的功德那些 各位來學佛建立很多錯誤的觀念 開始放下會不會開始導向越來越清澈的階段 會有 可是你的功德會阻礙你 因為你可能一直覺得那裡面有什麼 沒有什麼 你現前的心願最重要 所以如果你站在那邊介紹佛像 你能得到清淨心 那是你的法門 你在那邊拜佛可以得到清淨心 那也是你的法 所以無論任何行為 能捨離 那就是功德 知道嗎 所以同學不要用分說我念經比較有功德 然後我介紹沒有功德 同學不能這樣分喔 這樣分你在 你把功德當實有性 你不可能有任何覺悟的可能 知道嗎 功德是放下的 不是獲得的 各位有沒有人在蒐集功德的 如果要蒐集功德 最好蒐集黃金 知道嗎 功德是要放下的 各位佛法在講放下還是獲得 對 同學一定要一開始要先弄清楚喔 不然你學佛五十年都在蒐集 會五十年浪費喔 知道嗎 你看 看師父是放下的臉 還是獲得的臉 師父的臉是放下是嗎 所以同學一定要加油 知道嗎 學佛不要放棄 他真正沒辦法證得 是一定你在裡面殘留東西 你既然有殘留 你就要先找到你到底殘留什麼 不要一股熱忱就去修喔 這樣了解嗎 然後隨著你懂東西 懂得越多 就要怎麼樣 越無所得喔 不要變成一個 像師父一樣的老師了 知道嗎 帶著同學到圓光文教館參觀 然後不給佑賢講 就師父自己在講 不要這樣做喔 知道嗎 學佛如果學到這種地步 應該要先準備什麼 那要先準備地獄看哪裡比較不會痛的 知道嗎 收集到你的資料 同學不要這樣 自我只要膨脹 無論你念佛 拜經多少 他都通向什麼 三二道 各位不會因為你做了哪東西幾遍 然後自我膨脹就不墮落 沒有這種事喔 各位提過大家都知不知道佛法 知道 但他自我膨脹還減水 自我膨脹 他有沒有持種種戒 有喔 同學可是他膨脹還是 膨脹喔 可是他頭身的第一次將證 必知佛 所以他不是沒有智慧喔 可是自我將阻礙他在此身取證 同學這樣了解嗎 所以不要以為做很多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 不會喔 就是特質影響的 知道嗎 同學提過大家都還吃素耶 對啊 所以各位吃素的老師是誰 提過大家都 對 師父跟各位懺悔 所以各位以後不要再講 自己吃素很有羞 知道嗎 那是你的意願 你慈悲的意願有什麼好講的 那師父吃這麼久 有沒有跟各位講 師父吃素耶 你要吃就吃不吃就不要講話喔 同學修行修成這樣子喔 真的喔 不要拿一種當自我 知道嗎 你這樣子會往三二道開門 一直強調什麼不是好事 你要放得下一切皆空 結果一直提 怎麼師父變得罵人了 你知道嗎 做恭喜就算了價 對 你要知道眾生皆平 各有各的觀念 各有各的 知道嗎 不要說他吃什麼 就要去講我吃什麼 師父也沒有跟你講師父吃什麼 對不對 你看師父中午領了便當 怕人家跟師父分東西 趕快逃 所以同學一定要記得喔 修行要修到沒有事情 不要修到很有事 很有事 你真的會白白修一生 人家可以獲得的 你卻什麼 卻失掉了 知道嗎 這樣反而不好 接著呢 我們看什麼 聖意地是什麼 即是於有為身心 諸法的執著消失的人 所以同學聖意地不是什麼特別 只是你現前一直實有性的 這時候他看到如患 他會鬆脫那種執著性 這時候就會發生什麼 見到聖意地 所以聖意地沒有東西 他只是執著的消失者 知道嗎 同學不要以為開悟要看什麼 同學你要看的什麼 皆是期望的未來 你預想看什麼 將來你的想就會趕果什麼 那不稱為開悟 那叫趕果 知道嗎 開悟跟趕果 所以開悟是放下 不是得到 也不是看到什麼 所以很多人他會尋找 開悟到底會看到什麼 不會 開悟只是對你現前生意 執著的特質消失掉 同學這樣懂嗎 所以說悟的人沒有什麼可說的 知道嗎 可是為了鼓勵 還沒有放下執著人 就說你要尋求悟道啊 你要看身不可得 心不可得 身心聚不可得 那到底不可得有沒有呢 因為他還沒有悟 會以為沒有 身心消失才是悟 都不是 事實上身心仍然相續著 但他卻無所得 這個時候他們稱為悟道 知道嗎 所以他說 於一切世間中 毫無可得 所以佛陀有沒有一直避開三世間 然後再靜坐 入無想定 沒有喔 所以佛陀的意思是說 他終於在一切心形處找到真理了 他利用無想 利用無設定 利用什麼 他發覺心念始終都會活動 即使暫時把心念或是境界滅掉了 他終究會活動 他真正發覺真正的不動是什麼 於諸心 射中 無所得 所以他才說 這是究竟的解脫方式 同學 明不明白 他不是比生前喔 是他在找尋真正的不動 所以各位 在一切身心中 知身心是如患的 於身心處不動 是不是大捏盤的意思 同學這樣明不明白 你一開始就要先把握 把握成能修 知道嗎 所以生意地與生意地 那所謂的執著是什麼呢 執著即是與共向違背的 所以各位以後要反過來喔 你不能他每天走那條路叫做執著 每天去買那家的便當要執著 違背了三把印的才叫執著 無常的你說成常 什麼 無實質的你說成有存在 各位這個就叫做執著 同學這樣懂嗎 所以你每天 他每天去掃地 每天早上起床 行為不良 能不能說他有執著 不能 他來工作的方法 工作態度 那是他的慣性 這跟執著無關 任何阿拉罕都有他的慣性喔 所以同學不能拿慣性來批評那是執著 執著一定是跟三把印違背的 比如說人明明會死亡 他卻祈求永生 這一類就是執著 明明功德不可得 才叫功德 他卻執著死可得 所以那叫做執著 所以有人執著功德 有人執著業 有人執著什麼 存在 就是這個原因 同學這邊有沒有問題 同學知不知道師父說法 能夠讓眾生的心平靜 許多人眼睛已經明鏡張開了 你看佛祖再來啊 同學都這樣了不了解意思了 所以同學一定要記得喔 如果你還有一點點這種觀念 你要回家審查 丟棄 這些觀念都把它清除乾淨了 我們一般會什麼 虛頭還 是不是 因為你一直執著一直說 現在終於知道 原來這些疑鬼 這些想法 就是下課的時候 知道嗎 我們自由下課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